各位朋友 俗话说人菜饮大 人那么菜饮还大 那肯定那就得出事啊 前几天的时候 我给大伙说过一个 放过一个小片啊 说中国的军队里边是怎么训练新兵的呀 在打靶的时候 实弹打靶 让那个新兵站到那个靶旁边 然后呢 爆树 就是打了几环 老兵呢 就打他身边那个靶 这玩意要一偏 那人就没了 是吧 我放完那篇以后 我看有人留言 说中国的军队这么残暴吧 训练士兵 那你得有那个两把刷子才行啊 才敢这么训练呢 是吧 这台军确实是太菜了 传来的消息是 台军打靶的时候 把自己给崩了 那位说啊 那是学解放军 让那个新兵站到靶旁边 打偏了 给崩了 不是 他自己打靶 把自己给崩了 你敢信吗 各位啊 说这个环球网报道啊 说台湾的中心新闻网 8月2号下午两时许 说出了那么一个事 报道的说台空军防空还有导弹指挥部302营 这个在清泉港基地内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时发生了重大意外 一名士兵在进行T91步枪打靶射击时突然枪支激发 造成该名士兵下额重弹 子弹贯穿脸部 当场昏迷倒地 经紧急送医急救后仍不治身亡 目前空军正在调查事件的发生原因 台湾的军方回应称相关案情统一由司令部对外说明 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 8号在立法机构受访时说 该名士兵已经死亡 正在调查监视器 要查明这个原因 最新消息 空军清泉港基地稍早传出打靶射击的意外 一名士兵在靶场进行打靶射击时 枪支击发不明原因 竟然造成该名士兵下额重弹 当场昏迷倒地 紧急综艺抢救 大约在下午两点半左右宣告不治 后来台湾的有关方面是这么说的 说因为操作不慎 枪托撞击地面激发 子弹贯穿脸部 这个步枪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花高价买得美国淘汰的这种步枪 这步枪一震动就走火 那保险机构也不管用是吗 这枪托往地下一放就走火 你敢信吗 不了解 我们空军在今天下午执行设计训练的时候 发生了一起不幸的意外 我们一位上兵的弟兄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子弹激发了以后造成了人员的一个伤损的一个状况 那么目前在事件发生以后 空军在现场立即把这位弟兄转送到医院进行紧急的抢救 但是初不了解还是有不幸伤亡的一个状况 那么除了做紧急的伤损的抢救以外 那么空军也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们官兵的眷属 并且指派高阶的干部到现场去协助处理整体的这个事件 我想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人命伤损的事件 对我们所有国军官兵来说都是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 那么有关于事件的详细噪音 我们会配合检调单位检警的调查去做深入的厘清 同时也必须强调 国军对于所有我们不管是训练或者是战备工作 都以安全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要求的原则 那么这件事情它的噪音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我想空军会详细的调查 再向社会大众来做一个说明 检调各方都在希望能够明确的去调查它的噪音是什么 也希望我们大众不要对这个事情在做太多的 原来还不是新兵还是个上兵 上兵的意思就是上士吧 对吧是吗 一个老兵还会出现这样的事 台湾的士兵打靶 把自己打死的是家中的独子 本来已经退役了 但是家里边比较穷 没钱结婚 为了赚钱结婚再次回到军中 结果训练中把自己打死了 大家不了解台湾都以为台湾的薪资很高 打工赚钱可以结婚 那退了役为什么要再次回到军中赚钱呢 现在大家都知道台湾也是工作难找了吧 台湾的薪资比不上物价飞涨啊 这是台湾的网友透露的 我觉得你们不是把我当敌人吗 怎么没有一点敌人该有的那种表现呢 起初我对大陆的看法是存在非常多的误解的 因为我们那边的媒体以及教育的错误宣传 我觉得我把你们当敌人 你们应该也是把我当敌人 因为没有理由我把你们当敌人 可能你把我们当好朋友 所以我刚开始来到大陆的时候 我很刻意不和大陆人交流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完成就好了 可是我难免要买东西要问路 我和大陆人难免会有一点交谈 但我开口的时候 他们听出来我的台湾口音 他们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 他们的态度变得更加亲切 这使得我感到很惊讶 我觉得你们不是把我当敌人吗 怎么没有一点敌人该有的那种表现呢 这其中应该是有什么误解 我开始打开自己的心扉 去和我的大陆同学们交流 我才知道 太多的谎言被我揭穿了 原来你们是把我当家人的 而不是当敌人 当时我是来北京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 我和大陆同胞有很友好的交流 也让我打开了很多的迷 我回去台湾跟我先生说 一个月时间太短 我想要跟你请假两年 我想要真正用自己的双脚 走遍我们的祖国 用自己的心重新去认识我们的祖国 所以这两年的时间 我走遍三分之二的中国大陆 从一线城市到小农村 两年下来我看到了国家的基础建设 抚平政策 乡村振兴 一带一路到航空航天 看到这些我特别感动 这些政策都是围绕着百姓在做的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 一个国家竟然可以如此的爱人民 他做的什么政策都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去做的 所以我觉得好羡慕你们 你们真的好幸福啊 由于我已经发现很多的真相 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而已 所以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要做两岸民间的交流 就是因为我想要把这些真相带回去给 那些不知道的台湾同胞们 身为中国人 他们有必要透过自己的方式 认识自己的真正的祖国 而不是透过那些乱七八糟的媒体 台湾的同胞都是亲人 只有台独才是敌人 想不开嘛 回什么军中赚钱呢 大陆打个工赚个钱 也比把自己干掉墙啊 对吧 美国还要向台湾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呢 所以这个台独们有一个迷之自信 说只要是解放军武统的时候 美国爸爸一定会来救的 那真的会来吗 当我去台湾 已经有任何人以为国家人 都会避免 有任何人会说 去美国有任何人的欧洲 他没有任何人的护股 在英国有任何人的佛工赚 台湾是没有任何人的护股 没任何人有任何人的护股 没有任何人的护股 十年代,中国人的投资金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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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They're doing joint training with America Which is fantastic They need arms and equipment We need to learn from Russia and China To give them what they need 台湾政府花了大把的民脂民膏 请了美国的这些傻娘们 政客们去到台湾 这个然后呢 胡说八道给他们 说你台湾说你看看 这个你看大陆每天都攻击我们 通过网路 要好几千万次的攻击 然后这些傻娘们 就是黑力 像这种美国的政坛的笑话 这种傻缺娘们 他真信 回来以后就给国会说 我们要大力的武装台湾 是吧 可是这个武装完了呢 美国代表和英国代表 做了第二次发言 所以我想我不得不再次做出回应 就在此时此刻 主席先生就在此时此刻 美国等还在进行近年来 为期最长 规模最大的军演 刚才美国代表说 这些演习 完全是常规的 例行的和防御性的 打击纵身目标 或斩首行动 占领平壤 光听听这些名字 我们就能知道 这是到底是不是防御性的 刚才美国英国代表 也都涉及到的 就是三方的核潜艇合作问题 是历史上 首次由核武器国家 向无核武器国家 转让武器级的高农佑 无一就是房间里的大象 构成了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美方在防扩散问题上 一直奉行双重标准 无视自身责任 无视国际关切的真实面目 主席先生 如果我要回应的话 我还可以继续对美方 和英国代表刚才的 很多内容进行做出回应 但为了节约时间 我今天到此为止 到此为止 国务卿布林肯 日前在外交事务开门称 中国是唯一既有意愿 又有能力重塑国际体系的国家 拜登总统将中国 称作步步紧逼的挑战 最具影响力的 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请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官员这些谬论 不是什么新话 我们也说过很多次了 大国竞争不符合时代潮流 更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问题 和世界面临的挑战 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 看待国际形势 定义中美关系 是对冷战思维的执念 把中国当作长期战略竞争对手 和步步紧逼的挑战 是以自己的霸权历史 霸权思维敬向他 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 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台湾花了大钱 从美国花了好多倍的价格 买了这淘汰的破武器 枪托往地上那一放就把自己给崩了 是吧 美国的军工集团赚钱了 台湾的民进党的台独政客赚钱了 蔡英文退休了 财产直逼上亿了 是吧 那可是美国真的能够45分钟 就介入武统台湾的那个局势吗 哎呀 就是说台湾的这些所谓的台独的这些专家们 老是自撸 老是给自己精神按摩 人家哈里斯 这现在正在竞选总统是吧 他这个接受了一个采访 哈里斯说实话了 美国什么介入中国的武统 想都不敢想 我不是说 我没有讲解 我们必须要确定 我们能保持一种中国政策 但这包括支持台湾的能力 去抵抗自己的 包括我们必须要确定 台湾的自由 我们必须要确定 我们能够确定 我们有密切的交易 与中国的地方 根据一些参数 确实是介入中国的武统 跟中国来一场对决 想都不敢想 知道吗 现在美国的常规武器都已经空了 以色列 乌克兰 军工生产能力是中国的百分之一 几十分之一 对吧 所以要真正的跟中国进行冲突的话 美国没有家底 也没有这个资本 所以人说想都不敢想 只有台独敢想 点个订阅吧 咱们下集再聊